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真的下雪了 不但可以玩雪、堆雪人 还有高空滑冰体验 小朋友一直很想要去出国去滑雪的地方 可是没有那种地方 我们现在基隆室友了 我觉得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堆雪人 由于活动相当新奇 立委蔡世音也协助联系厂商和家福中心 邀请家福孩子们免费到海科馆游玩 体验难得的滑雪乐趣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们整个行销公司这边 那也愿意就播出名额出来 协助我们相关弱势族群的小朋友 让他们也有机会摸到雪、看到雪 感受到这样雪地的一个温度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 除了让大人小孩都觉得是娱乐十足之外 它本身也充满了非常好的教育意义 因为其实这个把海科馆把你冰起来 这个活动其实是跟海洋跟水的议题 其实是也有直接跟间接的关系 所以藉由这样寓教于乐 除了长知识、博物馆长知识之外 那也可以在这边有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愉快的时光 那也让孩子真正体验 虽然不用到国外去 不用到北极、到南去去滑雪 可是在我们这个海科馆这边 有这样的情境可以来体验一下滑雪的乐趣 主办单位江子牙策略行销表示 海科把你冰起来高空滑冰体验 使用的是台湾专利的仿真雪 在常温下摸起来就凉凉的 很像是真的在雪国一样 仿真雪本身已经通过安全玩具ST 欧洲EN71检验合格 绝对安全 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安心玩雪 记者许超雄 基隆报道